随着轰天巨响 大型短程导弹伊斯坎德尔 飞上天际 下一秒命中目标瞬间爆炸 火光黑烟尘土密布 普丁号称这样的飞弹 有数十枚部署在白俄罗斯 乌尔战况紧张 继俄罗斯军演后 七号白俄武装部队总司令 突袭检查战术核武部队 战术核武是针对战场使用而设计 包含空头炸弹 短程导弹弹头和火药炮弹等等 俄罗斯声称受到法国 英国和美国的威胁 因此展开战术核武军演 乌克兰认为在军事演习当中 没有看到任何新的内容 强调核武威胁是普丁的惯用手法 只是这回俄罗斯大动作军演 就是希望振折西方国家 对乌克兰援助适可而止 普丁希望能够对乌克兰造成一个 北方对他的一个夹 北方对他的一个威胁 同样的东方跟南方 便让乌克兰感觉到他三面受敌 也很有可能会在夏季的时候 俄军会对乌军展开 最后一波的攻势 反而会让西方国家更加团结 在武装有更多的武力 会去投入在军工生产上面 乌俄持续交战 炸弹猛攻不停歇 现在又搬出战略核武 试图靠着军事实力改变战局 三天新闻花小品 留置有最后报道 字幕 yok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后穿武器 欧